我幸福,我是安徽的 我的孙子就是在海淀小学上一年级 是9月6号上学,开学了 9月6号上学,已经马上将近半年了 三个多月了吧 我们是在这个做生意,做买卖的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多年的 我的大儿子有房子,二孩子也没有房子 就是说,就是由 我们就是把,这是北京现在我们在海淀区 就是说要那个,要是要五个证 我们把五个证办好之后 有党地户户占助证 那个户户佛在地的证 还有户户本一切等等 还有什么是 把这些证办好之后 有房产本,什么都有 把这些证办好之后 和北京人的待遇是享受是一样的 我们和北京人的孩子 事实上给孩子,给北京人上学是一样的待遇 给北京人的小孩也是上试验小学 把这些证办起,办好 什么事都没有了 也是说的是好办,也是挺难的 我们总共办了22个证 也不是说那么容易的 可不那么容易 一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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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办好 把佛邮的证件都办好 才能还有这个 就是说我们做生意 有买卖 有这个证 我念的时候啊 就是为了孩子上学 我们就开始办 一直办了 一直要二月份,一直办了五月份吧 我好多都没上上学 差一点都不知道呢 我好多都没上学 有这个证件 我好多这些证件 你们可以去а个人 了 你们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